来关心H7N9疫情啊 大陆五一长假 明天就要到来了 照理说这社会有很多观光客来啊 原本是好事一桩 但是现在受到疫情影响啊 大家就想万一疫情来怎么办呢 饭店业者呢 现在就鼓励经常性的消毒 严阵以待 而在新竹这边是有民众 不敢再养着宠物鸡了 但居然将他丢在大马路上 任他在马路上跑哦 最后呢是请来捕狗大队来帮忙抓鸡 偷跑出来了鸡在马路上逛大街 其流感疫情发烧 一次有人弃养宠物鸡 民众看了野心 肝肝根本不敢抓 请来捕狗大队帮忙 他没有怎么技巧 只要他有翅膀 我没翅膀而已 不止民众紧张 面对即将到来的五一长假 日月潭饭店业者也做好万全准备 两体温其消毒业者严阵以待 不观光局还是老神在在 至于这个敏感时机 五月起观光局开放陆克来台人数 团客由原本的四千名增加到五千名 团客也从一千人开放到两千个名额 因为这个是双方我们两岸谈好的政策 第三月之后并没有疫情啊 所以那这个部分是 只是一个时间点的起重而已啊 观光局宁愿冒着疫情发烧的危险 也不愿实行于对岸 陆克来台人数不减半增 而机关局对于国内外旅客的防疫及警告 都还只在劝导阶段 好 邮警请大陆这部分的旅行社的话 那记得要提醒他们的游客 他注意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如果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 其实不要勉强这样做旅行 若是旅客在登机前出现霸烧症状 如果他坚持登机也无法可管 若真的带有H7N9病毒入境 恐怕将成为防疫大漏洞 明镜需要您的您的假包 但是因为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